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母也很辛苦 不过最辛苦的呢 我个人是觉得 还是老师了 真的 因为他们要每日每夜 要准备很多的PPT啊 然后还要改作业啊 然后哪怕呢 已经offline了之后 还要就是 WhatsApp 回答学生家长的问题 对 没错 所以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还有很多的老师们 其实他们在 尝试居家上课之前 是没有尝试过 这一些新科技的东西 对 所以他们自己也在 这过程当中呢 不断地学习 还要去懂得 善用这些新技能 那在掌握了 还有习惯了 线上教学的新状态之后呢 没想到老师又要面对到 第二个重大的改变 那就是2022年的新学年制 那2021年的这个学年呢 将延长到两个月的时间 一直到2022年 明年的3月21号 才开始这个新学年 这也代表着 这个中小学的学期时间表 还有假期等等啊 都将会面临一个大洗牌哦 那这种的改变呢 对于原本就很忙很忙的老师呢 对他们来说 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他们是喜欢这样的改变吗 还是已经麻木了 已经习惯了 那这一期的普罗酒有话题呢 我们就请来了 沙拉月教师职工会的 中会山 来跟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 沙拉月老师现在 所面对到的困境 还有这个新的学年制 为他们带来的一些影响 在什么地方哦 会山你好 会山你好 来跟我们的听众说Hello 嗨 大家好 我是 造业教师职工会的 秘书长中会山 很高兴和大家 在这里见个面 我想这个安排是 休息长的假期 是因为休息 是为了走更长的路 相信这一步 也是因为这个理由 而做出安排的 至于挑战啊 工会相信教师 可以克服这种情况 你各自的专业 如果对于实弹的工具 授权和支持 教师不只会表现出色 而且会做得更加的卖力 嗯 OK 所以对老师来说 这个好处 还有他的挑战 是一定有的 那这个学生的部分呢 以你的经验 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老师 会不会有点担心说 这个假期可能太长的话 诶 学生可能就已经忘记上课的感觉了 会变得比较散漫了 对 会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也是会可能会发生的 但是我们将会在假期前的时候提醒 学生在假期除了休息完了 他们也要去记得复习功课 复习功课 也希望在家的家长们 也能够帮助孩子们 以便不会将他们的成绩落后 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相信 我们也是关心他们 也会关心他们的孩子 这样子 是 那依据现在教育部公布的最新详情 我们看到说 SPM的考生 是这个考到最后一天呢 是在明年的3月20号才考完 那新学年的开学日呢 又落在了3月21号 就是第二天就要开学了 对 这时间可以说是无缝接轨的 那学校在安排开学日 还有新生报道方面呢 我想跟慧山了解一下 你觉得会不会让校方啊 或者是老师啊 会变得很太赶了 或者是学生们可能也会 有适应不良的问题 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关于这一点啊 根据我们的教育部长 Nato Mohamad-Rakzi 在于10月22日 在他的眼书上说 这一部正在采取适当的行动 将发表新的考试表 我们拭目以待吧 可能有点调整 我们还在看情况 这样子 所以不一定是真的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3月20号 对 考到3月20号 对 这个可能有所改变 所以我就很难做出 评论这样子了 OK明白 所以我们就很 有新的考试表 好的 那我们一开始就有提到 这个2022年的 这个新学年制嘛 那教育部呢 就希望说老师 可以在延长的两个月期间 要多去了解学生的进度怎么样 你的复习的部分 或者是你课业有没有跟得上 那你认为延长多两个月 这样的一个安排真的有必要吗 又或者我可以这么问 真的够吗两个月而已 对我来说 这个因为是教育部的安排 在2022年1月和2月 老师是主要设为那些未达到最低级的水平的学生 那就是说成绩未达我们的所谓的TP3的学生 准备各种赶上进的计划 在这两个月里面 教师是不会进行任何的考试 只会进行提升学生学习进度的活动 使我们的学生能够赶上 在2021年落后学习的内容 老师将进最大的努力 帮助学生掌握他们达到的学习标准 以便能更好的衡接下一个阶段的学习 所以是需要 暂时是需要两个月这样子了 也就是说在这两个月里面 不是所有的同学都要回到学校来上课的 是那一些可能进度比较落后的同学 全部的学生将会回到学校 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学生 还赶不上老师一批 会准备两个不同的学习 一个是可能简单的那些跟不到的 和一个是比较高程度的练习 去帮他们学习方面 是那这样听下来的话 老师就要准备两份教材 可以这样理解吗 一份是给弱势的 比较复杂的 比较简单的 比较他们能够跟得上 老师工作量方面也增加 对对 老师需要做一点牺牲 为了学生 应该不是问题的 OK 那私立学校还有幼稚园方面呢 他们也没有就是跟上 这个教育部安排的 这个开学的时间了 关于这方面就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这部分不是我们少一时 不会能够掌控的 放远 这是一切都是由教给我们的 教育部来决定 所以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那其实我们一直都很好奇 其实接下来这个新学年制开始之后 老师还有学生 他们真的能够好好的享受 年终假期这件事情吗 可能学生12月的时候 就要忙着假期作业 因为应该过不久 又要上课 又要开学了 那老师的话就是 忙着准备考试的题目 或者是准备一些课纲之类的 然后2月份 除了又要兼考SPM 哇 非常非常的忙 所以就很好奇 你能够预见 接下来老师还有学生 他们的假期生活 是不是 就可能跟我们过去比 都被打乱了 都被打乱了 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乐趣 这是新常态来的 现在是进行一些调整和牺牲的时候了 老师需要重新调整他们的心态 当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再次拥有 规划性和美好的生活 学生也是一样 所以因为这是我们情况不一样 我们需要做出一些调整的 会不会有一些老师 可能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 适应的来 对 还没有办法适应 或者是开始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就觉得很辛苦的地方 有到职工会跟你们去诉说的 暂时性我们还没有收到这样的问题 但我想身为一个老师 他们是可以去平衡一下 这个新的新常态 因为我们的教育部长 我们的校长都常常说 我们要去适应这个新常态 改变 因为我们状况是不断的在改变的 我们不能够说 我们要像以前一样 我们要往前看 所以一切的改变 我们都能够说 尽量能够去适应它 这样子 那另外呢 我们也知道说 我们的这个现任的首相 他也提出过 这个马来西亚是一家人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关于假期方面 不知道也有没有贯彻 这样子的一个家人的概念 就是说 像是西马那边 在庆祝的土腰节的假期 是不是东马这边也会跟进呢 来贯彻这个大马一家的精神 然后目前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土腰节的假期方面 你们的这个教职员工会 有没有帮老师们来就是申请 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希望老师们也可以在土腰节 放假休息一下 这是各州政府的职权 少爷教授工会会跟进这个问题 希望少爷的教授 也能够享受有和其他州属 同样的福利 暂时我们会有一天的假期 但我们希望可以像其他州属 可以有多余的 两天的休息日 因为我们少爷不是公开休息 但暂时 这一步他们会给我们一天 给少爷 所以我们希望 可以和其他的州属一样 拥有更多的假期里面 我们的学校老师们和学生们 也可以在这个假节一起 休息而欢喜 是 没错 而且他们身边也可能也有一些 印译的朋友 大家也一起互相的庆祝这个节 虽然我们少爷是少数的印度人 可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和其他州一样 一起庆祝这个土腰节 是 毕竟我们是大马一家人 那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沙拉越教师职工会 可以成立到今天 你们的红月会员人数呢 我们看资料是在2008年的时候 是达到将近两万人这么多 那我想跟这个会山来认识一下 这个现在的会员人数有增加吗 然后这个你们的会员人数当中 是包含了小学中学的老师 那至于私立学校方面呢 比如说一些国际学校的老师 也包含在你们的 还有读中 对 还有读中这些老师 有没有包含在你们的union当中呢 真的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沙拉越教师职工会 是沙拉越最大的工会 它成立于1965年3月29日 至今已经有过17年的逸史 人数是从早期的数百人 至今的有两万九会员 两万九千 会员人数大幅的增长了 让我们的为教师争取及保障时 更加成效显示 我们的工会有11个分会 这些分会分布在少爷的各个省份 总部是为补进 在现实的阶段 我们共有三个办事所 为我们的会员提供完善的服务 补进为总部 一间是在师傅和另一间是在美里 只要在少爷服务的教育部老师 无论是来自小学或者中学的教师 都可以参加我们的少爷教师职工会 这个是不包括市立大学和读中的老师 不包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那个在我们的STU的那个 Rule and Constitution里面 我们只是包括我们的在政府公务员的老师 不是不包括私立的 私立学校的 还有读中的这个老师 所以是我们跟着我们的那个规矩 是 那也讲讲我们这个沙拉越教师职工会 你们主要成立的这个宗旨是什么吧 然后这些年以来 你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捍卫老师的什么样的权益 OK 好 我就介绍一下我们的少爷教师职工会 是一个东原种族的教师职工会 成立这个职工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协助老师解决各种工作上的问题 和会员们谋求各项的福利 他也是会员与教育部 周教育厅的基金桥梁 多年来联合其他的工会 为少爷教师征取几项的福利 包括成功向教育部 征取现金的薪金制度 让教师能获得更合理的薪酬 成功为教师的厂家 从原本的两个月提高至三个月 让你教师能长后能够更充分的休息 还有为教师们争取三天的特别试驾 所谓的就是GT Red Heart House 或者简称为CRK 之前老师们一年只有七天的特别试驾 现在有十天的特别试驾 是特别试驾为了老师特别的福利 比如出席亲自亲们的葬礼 探兵 参加自亲或孩子们的业典礼等等 哇哦 还有一个就是哨业职工会 也一直在努力为教区评分 学校争取提升教师和宿舍 改善互联网系统 填补哨业教师空气的问题等等 由于哨业教师职工会和全国公共体制 职工总会所谓简称的QPAC的历史关系 成功在2022年2011年向州政府 争取为哨业联邦工务员 提供500年级的财政援助金 然后在2022年哨业政府也答应 提供同样的福利给公务员 包括教职们 此外 少爷教师职工会 与其他的职工会或机构团体 签订量解备忘录 比如在去年2020年的时候 我们和Sinburn大学 成为策略合作伙伴 为STU会员的老师 使你们提供严谊的学费 此外我们在全马各地 少爷拥有282的商业合作伙伴 为会员提供消费折扣的优惠 例如Secret Recipe Singapore Chicken Rice Chicago Seven河等等 这些 他诉求包括针对教师委派的意见 师资短缺 为少爷教师提供疫苗接种 和关闭红区协校等等 这一切的努力是确保有关单级 重视我们教师的福利 还有就是少爷教师职工会是一直扮演着 民迹教师的娱乐的角色 为教师争取福利的权益 除此之外 我们教师工作所策里就是说 也清楚地产语 所有教师都必须参加有关专业的工会 就是说教师必须加入教师工会 希望那些还未加入教师工会的老师们 尽快填写会员表 加入少爷教师工会 让工会更强大 为教师争取更多的福利和权益 那除了福利跟权益之外 我们也知道说 因为面对新常态的教学方式 其实老师们在心态上 还有教学上 也要应对新常态的一个新的教育方式 可以说是压力非常大 也非常辛苦 那教职员工会在这方面 有没有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为老师们来提供一些补助或者帮助 比如说帮他们增添一些电脑 或者是Gadget 或科技方面的培训 有的 自从疫情开始至今 工会经常与会员共享 教育部和州教育局的网上研讨会 教学科技培训等等 我们也鼓励会员们多通过网上资讯 来提升自己的教学技能 除此以外 职工会也举办多项的讲座会 如分享教师升职 退休及填写年度事务表格 所需要注意的事项 我们也邀请专业人士在线上 讲解 预防硕士等等的讲座 当然我们也非常注重会员们的福利 比如长年的保险 说明会为会员提供低廉 却能提高优质保障的保险 那我们也常常听说 学校老师总是要处理很多很多的文件 比如说在不同的网站 要输入学生的资料 成绩 还有他在课堂上面的表现 是怎么样 给他打个评分 总之有很多一些评估的一些工作 那这无疑也是加重了老师的工作量 给他们带来非常大的压力跟困扰 那这就一方面想问问职工会 这些年来做了哪一些努力呢 然后你们同时也希望说 可能教育部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个调整 减轻老师们的负担 少爷教师职工会已经多次读住教育部 避免让教师在仓促的时间内提交数据 或进行得项必须性的评估 只要相关的部门有完善的规划 这些额外的压力是可以避免的 搜集数据本是学校的职务 相方应该被授权准备真正需要的数据 即应用这些数据做决策 来提升各校的成绩 而不是为报告而报告 所以其实有一些可能没有必要成交的 没有必要填写的 就可以稍微的浪费老师的时间 不如把时间省下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那我们也知道说你们的职工会 常常会依据老师面对到的很多的问题 挑战 对教育部对出很多的诉求 那之前我们就看到报道说 你们有公开表示说 希望我们的教育部能够要求卫生部 在学校出现 万一有一些确诊病例的时候呢 可以安排医疗人员 到学校的隔离室来帮忙 那可不可以请卉杉来跟我们说说 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有得到这个卫生部很好的回应了吗 在这个疫情下 老师已经面对种种的挑战 已经把老师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根本无法分身去处理隔离室的工作 而主要的是 教师没有医务人员所拥有的处理 COVID-19病例的专业知识和缩失 请问我们怎么能够做好医务人员的工作呢 我们希望教师只在这个环节上 只扮演着初步的处理角色 我们也强调资方必须为工作人员 配备PPE等等的全套设备 降低老师们被感染的风险 那目前这个诉求有得到一些feedback了吗 还是你们还在不断的去 努力当中 努力当中呢 我们还在不断的努力当中 好的 那我们就期待等到好的消息 那看上我们不知道如果学校啊 发现有这个确诊病例的话呢 其实大部分我们看到就是会关闭学校 或者是会疏散 消毒啊 对 就开始进行 隔离啊 非常深入的一个消毒的工作 所以想请慧山带我们认识 其实如果发现有确诊病例 老师们都需要有哪些的工作 是需要去进行的呢 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 目前学校必须为那些出现状况的学生 准备隔离室 老师并在隔离室间读这些学生 监控期间 学校将发制测工具包给相关的学生进行检测 如果学生有正确的使用这些制测工具包 检测的结果是无效的 那么老师将需要重复相同使用的程序 这将使老师再次接触到学生 这也会提高老师被感染的风险 也可能因此连累家人同事和学生 OK 那最后呢 我想请教一下慧山 教职员这个union 你们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新学年 就是明年三月开学这样子的一个新制度 五星学年的制度一直延续下去吗 你觉得这是对老师来说 对学生来说是好的吗 还是你们比较希望说 可以回复到以前比较正常的一月才开学 这样子的一个学年制度呢 关于这个由于情况的不同 我们无法将这两者进行比较 重要就是学校是可以重新开放 学生可以缓校 教师可以重新开始正常的工作 我们认同教育部的安排 希望家长也能够认同 确保学生的活动 能够尽快地恢复正常的运作 是 孩子教育果然还是不能等啊 而且也不是一方的责任 大家都要一起努力的 好的 那今天的节目真的是非常开心 能够访问到沙拉越教师职工会的秘书长 卉杉来带我们深入的了解 工会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这个新学年对于老师们 他们的心声是什么 那希望说下次有机会 再请卉杉上来节目聊聊咯 谢谢你卉杉 谢谢卉杉 拜拜 谢谢你 安安 谢谢观看